在青年已經面臨低薪面臨貧窮化的情況下 蔡英文還要這樣砍架 各位這樣子叫做改善年輕人的處境嗎 不是 這樣是改善年輕人的處境嗎 不是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就是要下去找蔡英文總統 那個蔡英文那個警察完完全全 不讓我們下去找蔡英文總統 我們想問的是 今天 刪掉國立教育 砍掉國立教育 難道不是我們這些青年打工組的權益嗎 難道不會受到我們這些青年打工組 難道不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嗎 答案就是會 砍掉國立青年教育 對我們這些青年打工組來說 我剛剛已經講過一遍了 因為年我們將會損失七千到一萬元